新人 新政 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 那么推动自己的劳动局长自己选 在上午宣布最后的五位决选人 但其中五位就被发现两位有前科 包括吴士哲他有诈欺前科之外 他还曾经担任临选委员 被批评是球员兼裁判 而吴士哲在下午召开了记者会宣布退选 深深一级功 感谢所有支持的市泽 这段时间的人 谢谢 上午才成为 柯文哲劳动局长的候选人 赵峰金控工会理事长吴士哲 不到四小时宣布退选 不断的在质疑 我们是球员兼裁判 临选委员会跟这临选会的制度 造成很大的伤害 主动的来退出台北市劳动局长 这一次的临选 则是临选委员 吴士哲跳出来参选 球员兼裁判 让其他乖乖报名 接受审查的人情何以堪 还被踢爆 有诈欺前科 被指控诈欺的部分就是缓刑三个月 唉 如果我们社会用这种态度 那做过老人怎么在这个社会胜存呢 我个人比较倾向 不应当 它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但是不要占太大的比例 原本的五位候选人两位有前科 另一名入选者陈明镇 六年前违反律师法 遭台北律师公会移送惩戒 种种争议都让劳动局长民选 梦上阴影 柯文哲组小内阁还有其他困难 传出想从企业界找女性副市长 殷琪 周开莲 宋文琪都是选项 殷琪年薪才超过五千万 那个就薪水差太多了嘛 所以我们还努力的税如他 实验性想法过程波折不断 柯文哲的创新手法让人耳目一新 过程却乌烟瘴气